时隔两年,李景亮的回归战遭遇了一场大败,来看看这场比赛发生了什么吧 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五岁,身高相差三厘米,B战差了15厘米,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更夸张的还不是B战,对手这个腿是真的长啊 这个腿身比太吓人了,他的胳膊和腿的比例,让人感觉这个人都快有一米九了 视觉效果太夸张了 面对如此悬殊的身体硬件差距,李景亮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了 首先他的经验还是在线的,征战多年的他心态现在很平稳 开局后没有像他年轻时那样盲目的进攻和盲目的压进距离吃伤害 现在他学会了稳定的低扫去累积伤害开路 其次李景亮的技术也是在线的 看他的弹性滑步以及低扫后稳定的重心控制 还有他面对态势风格的对手还能在低扫换点上占据点数的优势 如果你经常看电场赛或者国内的综合格斗比赛 你就会发现光这几项基本功的技术李景亮已经处于断层式的领先了 不是我硬吹啊,是这些基本功的东西确实需要长年的训练累积下来才能有这样的成果 除了保持低扫,李景亮还增加了一些中扫 还有患家突进的拳法 但是他的突进速度没有大犀牛来的炸裂啊 大犀牛是用自己的身体当武器直接把自己给轰出去 李景亮的爆发没有大犀牛的火药桶啊 目前李景亮的经验和技术都在线 但是最重要的抗击打却已经在这些年的过程中慢慢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些年他打了太多硬仗了 他被打晃太多次 虽然从来没有被KO过 但是他吃到的这些伤害却都实实在在的留下了痕迹 在龙边被对手的后拳擦到了一点就有些亮相了 这个对手很有耐心 他确实是看过李景亮的比赛啊 李景亮其他的对手打出优势以后都会发狂 毫无保留的去进攻 这个对手却依旧保持在远距离 继续使用直线拳法消耗李景亮 李景亮的进攻都被他用滚肩轻松的躲过了 他这种防守方法很依赖身高 以后他遇到身高接近的对手就有风险了 对手的直线拳法射程太远了 而且启动还快 李景亮的拳法反击都被他躲过了 身高有差距 启动速度又不够 轮了半天 一下中拳也没轮到 又被对手堵到了龙边 还是后直拳 再次被打得有些亮枪 连续两次被打得亮枪 李景亮的节奏已经乱了 他在横向移动的时候 被对手一个超远距离的后手拳拦截 这一拳的射程太远了 看对手的左脚蹬地 左拳发出 这距离得有两米多远了 这一拳的距离 鼻板的高扫距离还要远 这次实实在在的把李景亮给打倒了 如果没有龙网就倒地了 对手还是那么有耐心 而且他还开始祭出自己的大杀气 中断顶系 而受伤的李景亮在这波交响之中 终于命中了几个中拳 这就是对手一直在谨慎的原因 他研究李景亮研究的很清晰 他看到李景亮之前的对手们 在伤到他之后都会狂轰乱炸 体能下滑之后 在混战之中被李景亮翻盘 所以他面对李景亮就尤为谨慎 事实证明他确实选对了最有效的战术 通过第一回合末端的击倒 对手在第二回合心心大增 状态彻底放松下来了 彻底切换成了泰拳模式 经典的泰式体系 把李景亮的低扫都给化解了 他那像电线杆一样长的大长腿 直接轻松上脸 这种状态的对手就更难打了 感觉像面对一个人形大螳螂一样 实在太长了 而且由于对手的距离控制能力很强 李景亮还没有机会去做摔法 因为对手把距离控制在连拳头都打不到的距离 想要去抱住他那就更没有距离了 不过李景亮把自己的身位控制的也还可以 他第一回合三次被中击 都是因为离龙边太近了 第二回合他大部分时间 都尽量把自己的身位控制在远离龙边的位置 而且他也执行了教练的指示 尽量去往对手的右侧绕 远离对手的左手大杀器 但是这次搂抱分开以后 被对手一个超人拳又钉在了龙边 留在龙边吃了重拳和高扫 这次虽然没被击倒 但是也像第一回合一样 李景亮又被中击打乱了节奏 他急着向前压迫 出手很乱 不但没有什么好办法 突进去又被对手的左手拳给击倒了 这是第五次被中击 第二次被击倒了 连续被追击 吃到了第六次第七次的中击 即使是一个正常的下巴 此时也要被中击了 更别说李景亮这个已经征战了十多年的下巴 他在抱头防守的情况下 直接被对手打穿报价 彻底KO了 在李景亮被中击的前几秒钟 解说员还一直在说李景亮太疯狂了 他从来没有被人KO过 刚说完 这次就被真的KO了 对手的表现证明了他的战力中间能力 他拥有这样的实力 怪不得他才打了两场UFC的比赛 就能安排李景亮这种知名度的选手 这次李景亮又是送年轻的新秀 进到了更大的舞台 但是这个选手究竟还能走多远 还是要看他在防摔和切身能力的表现 需要有一位地面戏的选手来检验一下 李景亮这次备战是在国内北京进行的 他没去国外训练 应该不是经费原因 他这种知名度的运动员 花个十几二十来万去国外备战几个月 对他来说不会造成经济上的困扰 个人猜想可能是他不想跟家人离得太远吧 他之前每次去国外备战 都要与家人分别几个月 甚至大半年的时间 而在北京备战 上午去全管训练 中午骑着摩托车回家还能睡个午觉 每天都能跟家人相见 但是相对的在北京训练 陪练队友质量上的差距 还是没能让李景亮恢复到两年前的经济水平 在美国训练 李景亮能跟波恩斯 沙夫卡特 燕家 李 卢奎 这些排名靠前 甚至接近冠军水平的选手去训练 同时他们战队还有很多中量级 轻重量级的大级别选手去进行衰肉训练 但是在国内 别说排名内的选手了 比李景亮级别大的队友都找不到 也就是说这次的备战训练 李景亮留在了舒适圈 这当然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已经36岁了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尤其是在他两个孩子上学这个阶段 希望大家能够对他多一些宽容与理解了